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在60秒内撤离 即在对方炮火回击之前撤离 哈马的轻量及特性 使其完美 适合远程炮火支持 与美国陆军目前打算为军队配备的120毫米迫击炮不同 鹰眼可向军队提供直接火力支持 而迫击炮只能提供间接火力 鹰眼系统还拥有其他优势 悬架部署系统可减少 对哈马的损耗 久而久之 就连最好的悬架系统也会对底盘产生10万磅的压力 在第82空降师的视频中 你可以看到这种压力对车辆的折磨 报道趁105毫米火炮与120毫米迫击炮系统 相比也具有射程优势 前者可打击远至11英里 一英里约为1.6公里处的敌方目标 而后者精确度局限在5英里 不过鹰眼最大的优势在于了崎岖地形迅速覆盖很远距离的能力 轻而易举发挥炮兵经典的打了就跑作用 这与传统牵引式105毫米系统相比是一个重大优势 在一轮炮火袭来之后 有经验的炮火反击团队 可在略超过一分钟的时间里有效定位及发射 但是鹰眼系统似乎可以从一个位置转动到另一个位置 破坏敌方炮火反击企图 报道表示 缺点在于鹰眼发射频率远低于牵引式和手动装大榴弹炮 那些武器可每分钟发射六轮火炮 但是在传统战场上 这或许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美国主要实力相当的威胁 来自于俄罗斯和中国 这两个国家现有大炮射程 远大于105毫米榴弹炮 编译为小慧 编译为小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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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